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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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去过西安 我去那边吧 好 谢谢 同志 同志 真的不行 我刚才是听错口音 我才站到西南的队伍里 可我真正的目的 我是想去西安的 能不能给我赶一下 同志 去哪工作不是工作呀 你去大西南工作不是也挺好的吗 不行 同志 我想去西安干考古研究工作 请你们重新考虑一下吧 那你把你的资料给我 二叔路非没想到 就因为这次的坚持 居然会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争执当中 工作人员查看了二叔的档案 他们轻易地发现 他出身完全不明 出生地也不像 不知父母亲是谁 只记录着他是烈士的后代 同志 那你跟我来一下 关于自己的身世 二叔尽管能说出他既得的一切 但是这实在是少得可怜 当时很多人都在寻找自己在战争中一散的子女 二叔路非的母亲 也就是我的奶奶 也在寻找我的二叔 路非同志 您好 您好 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 喜讯 你的父母找到了 你原本姓刘 叫刘宗正 这是你父母现在的数值 你的母亲 在巴州市人民医院做领导工作 叫赵金迪